大家好,这个视频我再分析一下越南的物价 还有就是来越南虽然工资增长了很多 大部分公司外派你过来都会加钱 但是其实你并不能多赚到很多钱 这个视频我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因为越南它现在是一个还是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阶段 它也有工业但是正在过渡 所以它的工业品 但凡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手机电脑摩托车汽车 汽车摩托车可能是因为关税的问题 包括一个小小的差错 包括一个电动牙刷 包括甚至一个摩托车的零配件 它都要从国外进口 或者是从它自己生产成本也比较高 所以基本上你能看到的所有工业品 它都是比中国贵的 甚至贵两倍 中国这样的两倍 还有越南的优势在于它的水果 还有它的食物牛肉这些比中国低 因为它的房租比较低 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首先越南菜 中国人一般吃不了 中国人吃越南菜可能会觉得 吃不习惯 就是我来越南也瘦了一点 就是因为我吃越南菜的话 怎么说呢 你偶尔吃还行 你一直吃的话 中国人的肠胃真的可能适应不了 你就要去中餐 在越南的中餐 价格一般是中国的两倍到三倍 一般两倍算是最最基础的 就两倍可能是这个店 它走量的 它的生意比较好 它就定的价格是两倍 如果它可能是那个主要是走高价格的话 那就是三倍了 就是你你在越南挣两万块钱 其实花起来和你在中国挣一万 在工业品和吃饭上面是差不多的 当然越南也有便宜的地方 就是按摩啊 去KTV啊 这种肯定是比较比中国便宜 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吧 如果你是那种按摩啊 你喜欢按摩啊 喜欢去KTV这种 那你来越南肯定会感觉 越南的物价实在太低了 便宜的很 但是你如果吃中餐 然后买电子产品 你会发现啊 越南的物价怎么比中国还高这么多 所以越南的物价和中国的物价 并不能简单的说哪个国家高 哪个国家低 但总体而言 中国人在越南的生活成本 应该是要高于你在中国的生活成本的 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啊 因为之前我也以为越南的工资 普通工人就两千多 然后大学生也就三千 我觉得它的物价应该非常低 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雨水机 最便宜的要600人民币 中国只需要200 我在淘宝上查了一下 后来我发现它就像我们十几二十年型的中国一样 当时人们的工资可能一个月只有几百块 但是你买个电视啊 你买个手机啊 那都是几千块啊 上万块啊 就是而且汽车也很贵啊 都是奢侈品 这是因为越南现在的工业 它还没有达到中国的程度啊 所以工业品贵啊 中餐呢 其实我分析的下 这里的中餐为什么比中国贵两倍到三倍啊 其实也不是它的食材就多贵 食材它也是从越南采购的 然后调料它可能去中国超市买一点 但那个也贵不了 比中国贵不了多少 调料嘛能有多少 主要是它的中餐厅 而且它的服务员也是越南人啊 会中文 应该薪水应该是不会比中国的服务员要高的 它之所以贵 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在越南 它的除了那个大厨的工资高一点 其它的就是它是根据你中国人的工资来定的 因为外派过来的越南的一般工资都是国内的两倍嘛 至少两倍啊 剩下的就是老板了 老板可能就更有钱了 不在乎 所以它的中餐价格并不是根据食材的 不是根据成本来定 它是根据你的收入来定 你的收入是你大部分是国内的两倍 甚至更多 所以它的中餐的价格也就定到两倍到三倍 反正它知道 因为中国人是吃不惯越南菜的 你这个中餐我 而且是吃饭是刚需 我就算定的贵一点 你也必须吃 你不吃的话 你不吃那你就自己做 所以它不怕你不吃 所以这也是我说 所以越南的中餐可能很多人来了会发现啊 真的怎么这么贵 它没办法 因为中国人可能确实你要 你吃越南菜的话 你吃不了 我也是很多时候 我现在我基本也很少吃越南菜了 一般中午吃一顿 可能晚上或者早餐都是吃中餐 虽然吃你早餐我都要吃30块 大家想一想 我吃中餐的话 早餐我要吃饱的话 早餐要吃30块 我在中国最多10块就够了 现在有时候在中国 五六块七八块都够了 在这里至少要25到30 早餐可能是中国的三倍啊 然后晚饭的话 晚饭也要30啊 30到40 可能就是中国的两倍吧 就不是那种很好的 就是普通的啊 在中国十几二十的 在这边要3040 所以不要觉得来到越南啊 你的钱人民币就非常的坚挺啊 可以你如果吃是去按摩和KTV 他是坚挺 但是吃饭买东西 可能他还没有在中国那么坚挺啊 这个视频就分析到这里 大家再见